在這裡承認一件事 我小時候洗澡的時候洗很久 那我就覺得在裡面好好的沖 好好的舒服的享受一下一個Hot Shower 是很爽的一件事情 你說多久啊 我小時候真的洗過一個小時的澡 就在裡面慢慢沖沖個爽 那事實上是非常的自私 因為我家有六個人 而且我們小時候在台灣住的時候 就是大家每天都要洗澡 你知道台灣不太可能不洗澡 那六個人就要排隊洗 所以我如果可以洗個一小時的澡 真的是嚴重影響到其他人洗澡的時間 很不公平啦 但anyway 而且想像 現在回想一下都覺得那時候 我們就是住的也 真的覺得很了不起 因為小時候我們 我們家省冷氣 所以六個人睡同一間房間 我們的其中一間卧房 就總共有爸爸媽媽的一張雙人床 然後有兩組的那個 我怎麼想不起來那個床要怎麼說啊 就是上下鋪啦 想半天靠北 那個英文叫bunk bed 隨便說一下 我們還沒有切入今天主題 直接先講一些白癡的字 bunk bunk 所以我們有兩組的bunk bed 也就是四個床位了對不對 所以那四個床位就是我們兄弟姐妹總共四個人睡這樣子 所以就六個人 然後只要開一台冷氣 把整個房間弄到涼涼的 那就非常完美了 所以小時候我們是這樣子過的 你看 好怎麼會講到這一個 講到洗澡 然後我前面有沒有說啊 大家好我是Paul 最終於因為期讀 所以這裡說Gen Z有一種洗澡的方式 叫做everything shower 三個小時 OMG比我的還長 不過我沒資格講一下 我剛剛都說了 我的一小時也已經很過分了 為什麼會覺得過分 因為現在你知道我們常常會缺水嗎 可是好像當年都不太有缺水的問題 所以可見氣候變遷是一個很real的事情 所以在我小時候二三 三十多年前 好像還沒有什麼水患的感覺 所以洗那麼長時間的澡 大概沒什麼關係 那現在就會覺得不OK 所以Gen Z三個小時的everything shower 聲稱better than sex 比打泡還爽 那我們就看一下一下 So Gen Z and millennials are hot for getting clean So if you're hot for something 就是你對一個東西是很熱衷的這樣子 So be hot for什麼什麼東西 OK後面加一個售詞 好 好所以喜歡什麼東西 像例如說我很喜歡你 I've got the heart for you 那也可以這樣講 所以這個hot也可以是變成名詞就是 好very clean So the newest trend in grooming is the everything shower So the newest trend 那grooming是什麼 因為來說groom這個字就打理 打理外貌叫groom 就是鳥也會groom 然後看一下用他的會去把自己羽毛整理一下下這樣子 Groom 那你說像男生 胡子剃一剃 臉洗一洗 Groom這樣子 那他當然groom還有在另外一個名詞的意思就是新郎 所以婚禮裡面的新郎叫groom 那新娘叫bride OK 所以groom 那還有groom的另外一個意思就是 既然我們剛 我們剛講說整理外貌 所以說你如果把一個人 你如果在groom一個人 你可能會想說那表示你可能是髮型設計師 美容師 你在groom一個人 這麼好想 這麼想好像也沒有錯 可是可是其實如果我們今天講說x is grooming y to be什麼什麼的話就類似這樣的一種句子的話 他的意思其實是x呢他在試著把y扶植起來讓他成為一個什麼東西 大家懂意思喔 所以如果說今天有一個年紀小小的王廚 然後我是一個I don't know老師 然後我再試著把他培養成國王的接班人 教他各種知識 這個叫什麼帝王學什麼的教給他 So I am grooming this prince to be the future king 大家懂意思喔 所以groom這個字也有這樣的一個意思 OK 所以沒有單單純 指的是整理外貌而已這樣 那剛講的洗三個小時的澡 也就是一種grooming的process的沒錯 So this newest trend in grooming is the everything shower which entails taking an extremely warm steamy steamy shower for two to three hours sopping up every nook and cranny while they blast their favorite music 好所以這裡有第一個要講的是intel 這個字我覺得就很酷喔 tail這個字畢竟是尾巴 所以intel就是尾隨而來就造成什麼什麼東西 所以如果看字典的解釋 或許他會把它跟cause這個字擺的有點像在一起這樣子 所以什麼叫everything shower 他就intel了後面這件事 OK which entails taking an extremely warm steamy shower 洗一個很溫暖 然後充滿蒸氣的一個澡 加一個steamy這個字 洗兩到三個小時 對不起是兩到四個小時我剛讀錯了 for two to four hours 然後呢每一個身上的角落都洗得很乾淨 所以就是everynook and cranny 就是身上每個角落的意思 OK 所以這兩個字 常常會走在一起 OK 好就非常的徹底的這樣 everynook and cranny while they blast their favorite music 同一時間放你最喜歡的音樂這樣 OK 所以事實上這也算是 這個也是TikTok出現的 indulgent practice has gone viral 所以這是一種對自己的寵愛 所以我們用indulge這個詞是很OK的 I indulge in something 所以一般來說是x indulges in y OK 所以這個indulgent就變成一個形容詞 所以這個寵愛自己的一個行為 practice就viral了 然後總共這麼這麼多view這樣子 好 alright I don't know Yeah 這個我覺得OK啦 我不覺得這有什麼錯的 這樣來我們再多看幾個字 所以在這樣子的一個 這個everything shower的時候 所以為什麼叫everything shower 因為真的在裡面做完全部的 就是你在美容上會做的 個人美容上會做的事情 所以你看這邊說的 洗頭髮 I wash my hair 然後呢這個剃腿毛 shave my legs shave my armpits 什麼是arm pit arm pit就是鴿子窩 嘎吱窩啊 講一下這個字 你如果把手舉起來 你會發現你的那個嘎吱窩 事實上是因為它真的是一個窩對不對 現在我們中文都講了鴿子窩 它也是鴿子還嘎吱啊隨便啦 我們都有窩這個字在裡面 就表示它裡面是它真的是一個洞有沒有 所以配著這個字真的就是一個坑洞的洞這樣 所以前面叫一個arm手臂 所以arm pit就是鴿子窩這樣子 所以那邊也是需要剃毛的 OK 我很久以前很久很久以前 那是我第一次回台灣 就是我們從1996年不對 1992年 對我1992年去多倫多的 然後8年後就是讀完了高中然後大學讀一讀 可能他還沒畢業 我就想說回來台灣看一下這樣 所以2000年的時候回來台灣 那千禧年嘛 那很多人大概是那時候生的 所以才會是現在的Gen Z 或者是Millennial應該說 好anyway這個 不過回來台灣之後 就有很多的文化衝擊 我體驗到了很多的cultural shock 到底是cultural還是culture culture shock OK 好 那什麼文化衝擊呢 包括一開始回來 會有點不習慣吃鹿變態 我當然後來吃了幾次臭豆腐 就發現不行 已經捨棄不下這個東西 就回來了 然後包括像什麼 包括我曾經有一次在光夜市的時候 我就 我就看到前面有兩個正妹這樣子 然後衣服什麼的都穿得很時尚這樣 可是我一邊看著他們的背影 我就一邊覺得 怎麼哪裡好像不太對 有一個很奇怪的衝突感這樣子 那後來再定睛看清楚一下 發現這個衝突感來自什麼地方 來自他們的翼毛 因為他們兩個都沒有替翼毛 所以那人家走路的時候 當然手不會拿起來給你看 那為什麼我會看到翼毛 因為他們的翼毛已經長到茂盛到 從後面 就是 就從他的背 背影看得出翼毛 這樣子出來這樣 然後還會 就是一陣風吹過來 還會 這樣子 所以我在那邊看著 就是 Holy shit This is amazing 所以在那個時候我們台灣社會 還並沒有替翼毛的一個 一個蜂巢 這樣子 還沒有滲入我們的文化裡面 但那個時候在 在多倫多的是 大家已經會替翼毛了 就要是你的翼毛被人家看到 會變成是一個不禮貌的東西 所以很長一段時間 大家會替翼毛 可是你知道嗎 就再過了幾年 再又過了幾年 就好像法國還是哪裡的 就時尚界 就又開始覺得說 幹嘛替 我是 我本來就是現在這個樣子 我為什麼需要把 翼毛修了乾淨 你才會覺得我是 就是乾乾淨淨 好看的一個這樣子 所以我記得後來看到有些女明星 故意在紅地毯 讓手舉起來 然後讓記者拍她 有一點點衣毛 所以這永遠是一個 撤不完的題目 所以不是只有說衣毛 還有其他地方的毛髮 也就是 有的時候會有一些resurgence出來 會有一些comeback 好回來這裡 所以她說 I wash my hair, shave my legs, shave my armpits deep condition deep condition 我猜就是頭髮去弄護髮之類的 deep condition exfoliate 講下一個字 這個字是什麼 去角質 你如果覺得我剛剛講一大堆東西 都不太講到英文的話 這個字或許還蠻好用的 拿去了解一下下 exfoliate do my skin care 然後護膚這些 I do everything in the shower yeah 所以這才叫做 everything shower 因為什麼東西都在裡面搞定 男生會不會做這樣的事情 程度上會 我其實也是會 這個在 你看這個TikTok的這邊 所以它裡面有這麼多的東西 他會在shower裡面把這些東西 全部把它用完這樣 我個人沒有喜歡用那麼多化學物 就是 but anyway 我剛剛說我也會 我也會在 shower裡面 踢一毛 或者甚至有時候刮鬍子也會 可是我現在已經不可能洗超過一個小時的澡了 這樣子 I don't know it's just it's just not something that I would do for fun 好 anyway so she makes a point of taking an everything shower once a month or about three hours for about three hours 對不起 所以講到其中一個TikToker 他就說他可能一個月會做這麼事情 做一次這樣子 an everything shower once a month but others are doing it more frequently 但是有很多其他人 可能就是 有人說是一次一個禮拜就一次 opt for one once a week 所以這個opt這個字 動詞 就是option這個字 option這個字你可能比較熟 它是名詞 那opt這個字呢 就是它的動詞 所以也就是選擇的動詞 你把它理解為choose 我覺得也是可以的 這樣子 OK 所以他後面會加for OK you can opt for something 這樣子 好 所以他選擇一個禮拜就做一次 所以他opt for one 好 選擇一次 一個禮拜一次 once a week 所以這裡看起來有個很奇怪的 one跟once走在一起 可是就不是同一個東西就是 好 然後他這邊還講了一下 他們那個順序是什麼 OK so I always start with the shampoo 所以洗頭髮 你剛剛可以講wash my hair wash your hair 可是你用shampoo這個字 也是洗頭髮的意思 OK 然後then we move on to the deep conditioner 所以這個護髮 the hair mask 還有這種東西 連頭髮要帶那個 這個mask 就不理解為是口罩了 我們要理解為beauty mask 大概是就是那個叫什麼東西啊 為什麼有時候中文字都會卡住 面膜啦 所以連頭髮都有膜就是 OK so that stays in your hair for as long as it takes to get everything else done so anyway 所以我們就不要點tiktok來看了 好然後還有人講一大堆 好 這個又講到了這個armpeat的部分 再看一段好了 so she went on to detail the following steps to her weekly ritual 所以這已經變成她每個禮拜會做這件事情 所以她的weekly ritual includes washing her face shaving her entire body exfoliating away all of her dead skin cells 所以剛剛說的exfoliate是去角質 所以她這邊還講得更詳細 exfoliating away all of her dead skin cells 所以你的死皮膚的一些細胞 dead skin cells and rubbing a charcoal scrub onto her armpit 哇她連她的這個腋下都需要拿那個 charcoal就是碳 所以那種 I don't know 用碳來去刷她的 armpit ok 所以應該不是真的碳啦 她是某種scrub 所以scrub這個字就是去刷一個地方 scrub這樣子 ok 所以她用了那種 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 我們是不是有什麼活性碳的一些洗面乳 還是什麼鬼 然後去scrub她的 armpit 好 所以其實這邊講了一大堆這種 這種 跟cosmetics有關的詞 我還真的是 中英文都不是很熟 所以今天這個介紹 我覺得介紹還蠻有一點點 自己覺得卡卡的 因為很多字我是 中文翻不太回來的 好啦anyway不過大概也夠多了 所以這邊講了一大堆 你會不會試著 也試試看這種 everything shower 還是你 其實說白了一點 Plainly speaking This is taking everything you do in the bathroom into the shower Basically 因為你要著你去腳趾洗臉 什麼幹嘛的 或者修你的眉毛 或之類的 你可能都 usually or in the past Yes you would do it in front of the sink Right in front of the mirror basically OK 所以一般來說 以前這些東西都是在廁所的進之前做的 那現在就只是把進之前 或者是在這個 sink 前面會做的事情 搬去的 shower 裡面而已 然後就一邊洗一邊搞這個東西 這樣子 所以是不是一個浪費所謂的行為 I guess you can say so but 只要爽的話有怎麼差呢 大概我是覺得或許沒差 因為你即便不在家裡做 你花一點錢到一個別的地方去做 你去Hotel裡面rent一個房間去搞這個事情 You could still do that too 好 I don't know what I'm talking about Anyway 好啦 到這裡差不多了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